第一班工程實際上剛蓋完都免不了會有一些我們英文叫Bug 所以Bug是工程要舉用錢 以台北市政府我們那個北域 那個差不多六十幾億的工程完成 我們那個試用舉用就花很長的時間 將近半年 因為過程當中一定會發現問題 所以通常這種重大工程開幕一定要組織專案教育 然後收集問題 那不要第一瞬間就最大量 不然這樣問題賴在沒辦法處理 所以我們北域是花了半年的時間做開幕跟組織 先自營運 然後收集問題再修 再擴大規模再修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如果現在因為他人都不在 我不曉得他們現在這半年時間他們要怎麼去修整 這個我不曉得 大巨蛋市長我講過 像我們大巨蛋就不會什麼浩大喜功 想要什麼開幕那天就要辦一個什麼四萬人美國大聯盟來打 他們一開始有這個提案 他要不要火絕掉 我說不要做這種浩大喜功的事 一定是先外場 外面的場地先適應 了不起裡面再辦個什麼小型的園牛 慢慢做慢慢做慢慢慢慢拉高 其實重點還是事實的真相 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就主觀上來講 我們當第一次你就覺得這個實在是 蔡雷同是很難解釋 不過我覺得 我倒覺得重點是這樣 理論上應該是他們有什麼 辯駁應該是直接先到中華大學跟台灣大學的論審查委員會去回答 而不是直接在媒體上接鬥 我也覺得那個程序有點怪 理論上應該是走正常程序應該是去審查委員會去報告 不過我倒是覺得這樣 當然這個涉及選舉 中方都有瘋狂 但我的態度是這樣 因為我自己也是台灣大學的孝順 我倒覺得在我面對這種問題的時候 招安勿兆 因為既然他那個 下方說兩個月的審查時間 我們就給他兩個月時間去做完整的調查 那看看到底 各兆 就是每一方面都來 都來解釋 看最後 我還是覺得這樣啦 這件事情不用急著 這時候當台北市長也有最大的改進 就是說 遇到這種很重大的事故 你就不要急著要一定要趕快去表態幹什麼 就我來講我會希望說我們等調查舉股到一個端頭 看最後的final report 再做決定